各位好 这里是热线12的特别节目 善行2014 看一场电影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 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对于身边的盲人朋友来说 那简直是一种奢望 甚至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他不仅帮助盲人朋友看电影 还想带着他们去认识 更加多彩的世界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故事的有两位嘉宾 给您介绍一下 一位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 邓国胜 邓主任欢迎您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是我们的特别评论员 陈李庚老师 欢迎二位 那刚才这么一说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 那盲人看电影 是怎么个看法呢 来看我们今天的故事 2014年10月的一个商务 从北京市各国区域 赶来的盲人朋友们 聚集到这里 这间命名为 西木电影院的30平方米的小屋 是中国第一家 盲人工艺电影院 这座小院闹钟取静 坐落在北京市古楼西大街 王伟立每天早早地来到西木电影院 在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王伟立是西木电影院的创始人 今天她的主要工作 就是为周六播放的电影 做充足的准备 十年来 每个周六 西木电影院都会为盲人朋友 用特殊的方式播放一部电影 王伟立不仅是电影放演员 还是电影讲解员 每周放电影之前 她必须做一版盲人听得懂的电影 如果你不能跟随导演的创作 那也就是你讲的不是电影 你讲的可能只是个什么故事 这一点就完全错了 你要知道盲人朋友的 她的信息处理方式 她的信息特点你必须清楚 你要站在她的角度 来解读导演的创作 那么这一点就对讲述人是一个考验 您好 请问是北大医院吗 北北超市是吧 北京饭店 有一商场吗 是工商银行是吧 您好 我是北京红丹丹的丽娜 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是一个助盲的公益机构 大连姑娘董丽娜 十岁左右因演技师名 像大多数盲人一样 从盲校毕业后 丽娜选择学习推拿 作为一个市场人士呢 就是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以至于你根本不敢想 你到底能做什么 不像你们 随便想一个就可以 2006年 丽娜看到王伟丽 培育盲人不姻缘的招生简章 那个时候我们早就不培训了 但是他看到网上这个 过期的这么一个帖子 就这样坚持不懈地打电话 就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情况 要到我们这儿来学广播 王伟丽认为 盲人由于自身的视觉的障碍 对社会的常态理解不够 无法承载正常社会人的角色 但是盲人又有于现实社会 沟通的权利和自由 这种权利是这个社会 不该忽视的 丽娜的到来 证实了王伟丽的想法 从此丽娜开始追逐新的梦想 她的命运也开始改变 在王伟丽的精心培训下 丽娜被推到播音的舞台上 她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在助力王伟丽的梦想 现在丽娜更大的梦想 是希望能为和自己一样的盲人服务 北京盲生活地图 这不受工委已经劈下来了吗 那大佬今天我们一块来讨论一下 关于我们的实施计划里边怎么去做 就除了我们到电台 然后去推广 去做倡导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还有就是我们后面 想借助我们的YY的语音平台这块 对 很多忙人可以通过网络收听 我觉得在头一个阶段的 这个做的时候 就应该有 先是单纯的推广 然后要走出去 然后再把我们培训过的 这个企业和部门 也拉到节目当中来 像YY这个 我觉得可以把我们每次在电台做的节目 把它录下来 这也是我们这个YY广播的一个内容 再一个也可以在YY广播上 我们再设定一些个问题 把志愿者拉进来 跟志愿者一起来做 剩下的呢 那就是根据我们的步骤 怎么 落实的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带忙人去 实地的去走一走 三十几期的节目 基本上希望是以那种 我们去找一些服务类型的 或者社会性类型的这样的节目 做一个平台 前期会做一些 比如说实地的采访 或者说是带着一些忙人观察员 让他们去亲身体验一下 这个服务的一些 就是助忙服务的一些状况 会有录音 然后会有感受 基本上在去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去倡导 丽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执行北京忙人地图的项目 北京的每个餐馆 医院 学校 街道 机场 哪里有方便忙人的设施 条例 哪里没有 她都要带领自己的小团队 一一去感受 并编转成谎页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全北京的几十万的忙人们 都需要这样的实质性指导 我们会有盲文版和声音版的 这里面所写的内容呢 就是能够服务于忙人的一些机构的名称 还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还有呢就是 他们到底能在助忙方面 怎样的服务于忙人 但是我们要去看 丽娜和郑小杰去王伟丽的工作间听电影 这是一段工作 也是一段享受的时刻 周六王伟丽准备为盲人讲述两部电影 为此王伟丽准备了整整一周 从2005年以来 为盲人讲电影的项目从未停止过 因为这是盲人群体和他们之间最亲密的扭蛋 乡村的早晨外笼罩的一辆公交车 长途车开着车灯开过来 路边有一男一女年轻的父母两个人 正准备上车 乡村早晨起来 爷爷奶奶们领着小孩子 踩着满地的落叶奔向学校 这是一个小院子 爷爷拿扫子扫子 小男孩叫开开 带着自己黑白花小走 爷爷 白花花的胡子 带着个蓝帽 整体的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重叠的那个词可能会多一些 就重复的表达 本来它里边已经有交代了 可能在你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可能那个词就不用再说了 可能在用别的 在用你的语言表输别的时候 可能更多再描述一些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要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比如说 挑啊 挑是吧 比如说那个就是确实有一些 您的话语里有重复的 我觉得特别精简 比如说您不要把那个长途车 先说成公交车呀 然后再说长途车呀 后面再说什么客车呀 亂了是不是 对 有一个地方我就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就能再介绍他那个长的胡子 白色的胡子 白花花的胡子 其实后面您有一个空的地方 又重复了这句话 一结论那个考虑就不要去说了 对 原来是我一个人给你挑词 现在有加的 这个电影解数 给盲人带来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把这种听的 这种单一性 或者是他的局限性 变成了视听一体的信息模式 这样的话就跟我们明眼人是一样的了 把盲人纳入正常的社会体系下 成为不被忽视的群体 就要构筑盲人的视觉世界系统 王伟丽致力于这项事业 他不仅要在电影讲述上 此真具足 还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 让盲人感知世界 自2006年以来 王伟丽举办了多场 不同形式的盲人触摸活动 从一个小模型 让盲人感知一个大世界 去触摸长城 去触摸返回式的飞船 去触摸植物园 去触摸公园里面的各种 雕塑 最重要的是 模型感 这些个模型放在那 他就会知道 天安门城楼什么样 真正的埃菲尔铁塔 什么样的 岳阳楼什么样的 长江大桥什么样的 等等一系列 他曾经听过 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物体 跟他生活的关系 他一下子就进入了 这种可控可知的环境 每周六 王秀婷都要在弟弟的带领下 来到心目电影院看电影 对他而言 这不仅是一周一次的心灵盛宴 还是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归属方式 王秀婷今年83岁了 20年前 一次演步手术 让他陷入了黑暗世界 至今未能恢复 从前我拿什么东西 他都听我的 这个东西没有生命 但是他也很顺从地 让我去用我拿 可是现在我一切都不需要 我就感觉特别失望了 是整个社会都抛弃了我们 王秀婷被折磨得陷入自卑状态 他不愿走出家门 不愿与家人同乐 几年后老伴去世了 这个打击让王秀婷 宁愿把自己陷入孤单 和无边的黑暗中 也不愿与社会接触 渐渐地他忘记了物体的形状 甚至天空的颜色 什么都没了 我们什么都碰不到了 我们接触不着了 那种心情我想说 谁都不能理解的 也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完全独立 都孤立无助 王秀婷每天只跟收音机打交道 他不停地从一个频段 转到另一个频段 但是每个频段讲述的世界 都似乎和他是脱节的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一个陌生的频段 听到了一个原本熟悉的事情 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画面 那是年轻的洛先生 带着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 唱着歌 走在回家的路上 山上的树木像一丛丛的蘑菇 招地穿着红棉袄 围着红围巾 甩动了两只小辫子 在草地上奔跑 我突然听到 有个声音在讲电影 而且还有一个说明 这是给盲人讲电影 它叫大辉 山村的小路 还有金色的田野 招地两只辫子甩动在尖头 顺着山路越跑越远 他电影里讲的 我都像眼睛里 那个图像都映出来似的 我什么都看见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好啊 社会没有抛弃我们 有人在给我们盲人讲电影 王秀婷根据收音机里的联系方式 联系到了王伟立 得知每周 心目电影院 都会为盲人放映电影的试剂 从此 他成为心目电影院的铁杆粉丝 至今他还不能忘记 第一次来到心目电影院 看电影时的感觉 说什么我看见什么 有一次有去讲电影 讲到那一树海棠树 都烂了上头 我急着 我就看着电影 我就站起来了 我要去摸摸那海棠 为什么让它烂布摘下来 这时候 旁边我碰了一个盲人 人家就说 你怎么了 我才明白 这时候 我没有在树那儿看见海棠 我还是在这儿坐着看电影的 心目电影院 为王秀婷打开了紧锁的心门 他开始愿意接触世界 甚至把以前的爱好 也重新拾起 不要愿意接触世界 不要愿意接触世界 挪一发 救我 哎呀 谁来了 哎呦 喝 这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放映厅非常简陋 几十条凳子 一台电视 一个音响 一台放电影的地位地 没有窗帘 任由阳光照射进来 王伟丽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电影的讲述 今天的观众积极一堂 在明眼人看来 这里只有大卫一个观众 但是在大卫心里 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看得见 孩子闭着眼睛哭得好伤心 站在路上 道路湿湿 淡淡的雾气 主演李佳琪 江华林 隐飞 天明 叫念书的孩子 王伟丽用语言描述着画面 甚至是镜头的运动 他相信用语言构筑的视觉系统 会给盲人 带来一个美好的电影观看效果 小狗啊 跳下沙发 到那就把爷爷的鞋给叼过来 爷爷 咱快点交消息费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故事 通过王伟丽的讲述 在盲人心中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爸爸妈妈又一次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离开 但是他不停地追 不管汽车怎么过 这窗上已经看过点小胆 只有小胆的画面在追着 我是没有主动地去问过他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从他通过他讲故事 还有一些有时候跟我们帮人 一些交流 他的那种耐心 那种爱心 真的比自己的老公和儿子都要好 真的 就这点是我真的愿意上这儿来的 最重要的一点 每一次感动和感悟都在这一刻 让王伟丽得到了内心的满足 生活是让我们回归的 电影也是这样 让我们能够不断地去回归我们自己的祖先 一个小开开能记住爷爷的话 能记住小燕子奶奶的话 然而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记住 我们祖先留下的那些智慧 这个时候他哭 他笑 眼泪 你是能够听得到 你是能够看得到 这个你就觉得 一个被电影排出在外的盲人群体 如今他们坐在电影荧幕的下面 去欣赏电影 然后去评论电影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安慰 今天王伟丽准备的第二部电影 是纪录片《海洋》 坐在王伟丽旁边 听得痴呆了的小伙子叫丁海英 每次来听电影 他都要坐在王伟丽身边 生怕少听一个段落 丁海英在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 闲暇时 他会与同事盲人的杨平记 一起回味上个星期六看到的电影 似乎那一天的精神大餐 足以攻击两人一周的食粮 你知道这个 现在这个袁博吗 就去年 袁博 10月18号的袁博闭幕 听到说各个 那169个那个展员 不像四界的国家 但眼神看不到 咱能到他们那里溜达一圈吗 那都听说过 那新闻上听说过 那咱要是能去一趟那儿 那不是等下就相当于 全国的这些东西都了解了 我昨天在网上还看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门票 咱是 你看咱们不用拿 都拿关键咱俩去 再去 丁住我上庄了 知道了 好 你上庄啊 我干活 深海的这个社会 这都是上天注定我的命运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是 好多改变不了的 这次梦 梦想中都没这样想象过 三年前 丁海英曾经想去看看北京的香山 想去攀登到顶峰 感觉山的伟大 呼吸一下山顶的空气 他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 登上了顶峰 站到山顶上 我很想说一句话 山上朋友们 你好吗 山上头 江山顶 鬼剑筹 这块石头 你好吗 我来 看你 谁能 希望 家人给我呀 哪个机构给我呀 这些事给谁说呀 只能 心里 有这个梦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更不敢说 登到香山更不敢想 登上香山给了丁海英自信和勇气 由此丁海英产生了想去看大海的念头 但是要去看大海似乎比登山更困难 最近的海离北京还有两百多公里 怎么去都是个大问题 用绿色更文明的北京马拉松 王美丽夫妇曾经多次带着盲人朋友们参加社会活动 在交流中他们得知了丁海英的这个想法 居住满足他的愿望 因为这也是众多盲人朋友的愿望 满载着一车的盲人从西木电影院出发了 他们要去北戴河看海 海浪的声音 海潮的味道 松软的沙滩 还有海水的清凉 让一下车的这群人陷入到惊喜之中 你过得还好吗 大海 你好 没闻出咸味了 但是我用手沾了一点海水 我舔了舔 你好 感觉到非常的清晃温柔 像个风一样 把我的眼睛所能够见到的那种美丽 把我的心里边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激动 然后都要用语言去传达给他 以前从来想象不到 有这种感受 我有时以来第一次接受大海 我感觉到特别特别高兴 我已经感受到的不是他那个另一面 而感受到温柔的那一面 虽然说打在腿上吧 特别的轻柔 就好像给我做按摩医 大自然给我做一些按摩医 非常舒服 大海 他们扬起脸 眺望着 任由海风吹拂着脸颊 他们侧耳倾听着 海浪敲击岩石的声音 他们在海水中 任由海水抚摸着自己 盲人有看世界的权利 有感知世界的权利 有与世界交流的权利 没人阻挡 却需要正常人帮助 才能完成 王伟丽夫妇 已经依然携手 行进在助盲事业的道路上 大家不是仅仅的明白了 盲人他的需求 更重要的 大家是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这样一个社会 我觉得它是有力量的 一个盲人的改变 一个家庭的改变 包括整个这个群体的 利益的改变 他们可以按照 他们自己的想法 按照他们自己的梦想去 做他们自己的梦 实现他们自己的梦 因为从这样的一个 服务会上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还有这样的存在的价值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勇气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 这里是《善行2014》 如果一个人失明了 那它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呀 这外界百分之八十的信息 它是接收不到的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呢 久而久之 它这个脑海里 就没有图像的概念了 所以它就连梦都做不成 因为没有图像嘛 所以刚才在片子里 我们听到那个老奶奶 说了一句 说我仿佛看到了 那一树的海棠 就凭这一句话 就让我们觉得 王伟丽真的是做了一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 那如果您对今天这个故事 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您和我们互动 您可以拿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把您想说的话 发给我们 那刚才呢 片子里有很多 这样感人的细节 我只是提到了一个 就老奶奶说 她看到了一树海棠 那还有很多 这样感人的地方 我不知道程老师 您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这个片子当中 很多细节都很让人感动 除了您刚才说的以外呢 我还记得这个小伙子 这个丁师傅 一个是他说 他登到这个 鬼剑仇的时候 那个心情 还有就是他想看大海 然后呢 王伟丽他们带着这些人 去看大海的时候 这些人那个时候 这种感受 一下子就把我给这个 就是把我给感染 跟打动了 真的 这个王伟丽打开了 他们的一扇心门呀 大海都会让我们普通人 感觉到心胸开阔 你想当没有见过海的 这些盲人 到那感受到的时候 每个人所描绘出 对大海的这种感受 让我们正常人都觉得 他们比我们的感受 更多更深 我想那些盲人朋友 可能更多的觉得 获得了一种尊重 他觉得有人接纳他们 他纳入了这个社会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觉得 一个人失明了 他毕竟在生活当中 存在着很大的障碍 他真的能回馈 这个社会什么呢 他能融入这个社会吗 我们在他们身上 使这么大劲 有用吗 我不知道邓主任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确实太需要 有更多的像 心目影院这样的机构 来为这些盲人朋友 提供服务 让他们更好地 去融入这个社会 甚至把他们的潜能 激发出来 我十多年前 曾经去拜访过 香港一个最大的 这种扶贫机构 叫乐视会 去拜访他们的总裁 当时我特别惊讶 他们这个总裁 还是个忙人 而且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他不需要别人帮助 他可以自如地 收发邮件 他可以收 他可以去回邮件 而且他可以管理 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香港最大的 一个这种社会组织 多复杂的一项工作呀 每年要目击 几个亿的港币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那我觉得就是 他也跟我讲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确实就是因为得到了 各种各样的这种帮助 很多人 很多机构 去给他们提供这种 这种培训啊 服务啊 另外一个就是 社会上有很多的这种 便利的设施 帮助他们走出去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我们有时候 这个到境外 到国外去看 就好像大街上 有时候经常你的 可以看到一些 这种产商朋友 对好像有不少盲人 对对 在我们这街上 就很少看到 在我们这很少 最主要就是 我们还是对他们的 这种硬件的 这种设施便利不够 我们对他们的 这种关爱不够 所以他们都不想出门 对 所以可见盲人 他身上也是有 巨大的潜能的 只是看你这环境怎么样 你给没给他这机会 是这样 那再说回到 这个心目影院 可能没有去体验过的人 就觉得这事也简单 就是放不放个电影 旁边加一个旁白 给解释一下 是不是这么简单的 程老师 我觉得其实 不像大家所说的 那么简单 一个就是 你能够做一个 很好的解说跟旁白 它是需要专业素养 我刚才看王伟丽 就解说的挺棒的 而且你看他在讲之前 他还跟郑小杰 还有丽娜 他们还是要 人是要 前面是要过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这个当中 其实更多的 不仅仅是解说 这个画面 他其实是走进 这些盲人朋友的心里 让他感觉到 有人在陪他 在关心他 我觉得特别 这个明显 这个王奶奶 他说 他觉得 家人跟社会 抛弃了他们 离他们远去了 他听到这个心目音乐 他觉得有人 在做这事上 他觉得 他这社会 又融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更重要的 我觉得 一是专业的色彩 更多是 他对这些盲人 那心理上的这种 关怀跟关爱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对 盲人朋友说了说 我听电影 这同期生 光听 我肯定是听不懂的 因为很多信息 你无法接收到 那这个解说呢 就等于把这个 纯视觉的一个东西 变成综合的信息 刚才王伟丽说 所以我觉得 他这也是个技术 他不光干这个 是个技术 他还帮助他们 做很多的那种 浮摩跟实体的那个 就是它是个 立体化的这样的 一个工程式的东西 没错 但是有人也觉得 说我们一说助蚕 一说做工艺 就逢年过节的时候 给送点吃的喝的 甚至捐点钱什么的 是不是那个更实惠 相比之下 这种助蚕的方式 你觉得这两种 哪个更有意义 我觉得其实 经济发展到今天 很多朋友可能在经济上 未必是特别贫困的 或者说哪怕是贫困 我们还有相应的 这种保障的措施 其实在精神层面上 让他们了解社会 跟社会能够接轨 融入到正常的生活 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 在精神上的帮助 可能比物质上的帮助 在今天而言 可能更可贵 大伯主任 你觉得这种模式好吗 值得推广吗 我觉得这个模式特别好 第一 它是一个组织化的这种服务 使得这种服务能够可持续 而不是一种单次的这种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这种是一个 比较专业化的服务 对 而且由于它这个组织的 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所以它能够给麻辣朋友 不仅是简单的带来 满足它的这种吃 这种穿物质的帮助 满足它更高层次的 这种需求 甚至把它这个潜能 能够更好的激发出来 对 可是您说它好吧 王伟丽也说 说这个最好的时候 全国有20多个城市 好像都有这个心目影院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现在已经不多了 那为什么它 这是一个好的模式 它反而叫好不叫做 是这样 就是一个模式的推广 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 基本的条件 就像我们要有好的种子 要有好的土壤 那得有人来去做这个事 这个人要有使命感 他持之以恒 坚持来去做 另外一个可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这个组织 要有一定的能力 能够善于去动员 做一些营销 让盲人朋友来了解 知道 因为盲人他总是 在自己家中 他也看不见 所以他怎么知道 有这样一个机构 给他们提供服务呢 他怎么去动员 这些盲人朋友 能够得到这种服务呢 所以他也有比较强的 这种动员的这种能力 营销的这种能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需要有一些 资金方面的保障 因为这样一个机构的 这种生存 它的发展 要为这些盲人 更多的盲人朋友 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 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 资金的支持 所以在全国范围内 王伟丽的这家新木影院 他应该算是做得好的 现在已经不多了 但是这个新木影院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那其他的这个新木影院 越来越少 但是他们坚持了十年 而且现在越做越好 二位觉得他为什么能成功 他成功的这个经验 在于哪 程老师 这个我觉得刚才 这个邓人说的 一个是资金的支持 我觉得做这样一个 慈善性活动 一定要进入一个 良心循环的这样一个过程 包括政府要在这个当中 要给支持 今天讲这种 政府购买各种服务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 这种组织跟机构 政府应该大力的支持 还有其实确实应该 有这么一群人 来坚持着做这个事情 这个片子 我也记得 其实也是有一个 这个女的 一个麻烦朋友说 她觉得家人 对我们都没有 他们对我们这么耐心 这么关爱 这么温柔 她说所以我们愿意来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这个当中是有责任 和这种专业色彩在里边 对 因为家人长了以后 他都觉得是朋友 是亲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用那种专业的素质 跟专业的这样一个精神 来去持之以恒地做 才能使他更健康 更专业地发展 邓主任觉得他们的成功经验 还有哪些 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功经验 一个是就是要有创新 就是你不是只是去做 简单的一些重复性的 别人都在做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觉得心不已愿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的 他填补了一个空白 对 以前没有人去想过这些东西 对 而且他能够让盲人觉得 这种视觉的这种一体化 就刚才您说的 这个系统性的这种服务 让他能够更好地感知到 这个社会 让人们更好的 让这些房门朋友 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种创新性 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确实在王伟丽身上 我觉得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的地方 首先他的爱心 其次他的这种职业精神 是吧 您觉得他还有哪些 需要我们学习 用一个当前最时髦的术语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特别需要有一些 像王伟丽这样一种 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 社会企业家精神 怎么讲 就是这些人有使命感 有责任心 而且能够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而且能够勇于去探索 去创新 而且去勇于去了解这些 尝尝朋友的这种 真实的内在的这种需求 而且有行动 去满足这种需求 没错 他确实在这个做慈善上 给我们很大习惯 我的脖子以下 在瞬间就没有了知觉 那段时间 每天就是一类洗面 梁易姐姐 我们那笔看水先章起来 好 梁易 你现在尽管是躺在病床上 但是当主持人的梦想 不可以放弃 你现在尽管是躺在病床上 你现在尽管是躺在病床上 你现在尽管是躺在病床上